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足球频道 这次赛前分析的赛事是列斯联主场对白莱顿 列斯联这对星巴马功力非常足够 可以说是跟你斗攻的,不会死守你 这些球队入球能力这么高的球队一定会无路级 所以我都看了列斯联的前景 至于白莱顿也是,不是跟你打死守球 会跟你做组织攻上去 这阵波最近只不过人脚不够 我觉得今年是互务级的 先讲赛率 赛马会赛率主客和 我喜欢列斯联的 亚洲让球本,列斯联小让评判 我也是选列斯联的 我觉得列斯联和白莱顿不会死守 有点像狼队对白莱顿那场 即是那场3比3那些赛果 这场如果抠冷波胆的话 我会建议4比2或者3比3这两贩 这就是我投注分析 好,再看近方 首先列斯联 近方只是1-1-1 8场4勝4和 赢的对手刚好就是护级球队 半尼西布朗、纽卡素 可以说是尊敬护级球队 而对护级球队 西布朗赢5比0 对纽卡素赢5比2 可以说列斯联有种格吃格 第一个优处就是 他如果跟他斗攻的话 他不怕你 一赢就赢到你第一带 反过来一输就输到你第一带 你看上次对曼联输2比6 对车路士输1比3 他一输就输过金 一赢就赢过金 所以如果你看好列斯联的话 可以买他的上盘 或者是一些大波胆去赢 那相反 你看探距就输一输到大一大 另外列斯联的优势就是 列斯联1月10日打完比赛 到现在就1月16日 17日才再打 不是16日才再打 就是他们的17日 我们的16日 至于白里顿 刚刚14日才打完曼城 隔两日又再打 对于白里顿的体力消耗很大 所以第一个列斯联的优势就是 二日代劳 再加上隔食隔 专专这些同级球队 再加上白里顿近况 其实只是很差 近八场 五和三负 还没赢过球 所以你喜欢白里顿的话 我想顶碰也是买他和球 或者是3比3 再加上我一直都提着的 白里顿主力球员 尤其是要看右杂 右杂的难谱提 对于白里顿的攻击 影响线很大 这个右杂虽然小小 但是助攻助手 后上进攻把握的时间非常好 头几场能够抢到分 都是靠这位右杂的攻势 所以基于白里顿 又有双兵的影响 再加上作客体力 前两天又对于曼城 这几个不利因素 所以这一场我会 喜欢列斯林的